我真的只能這樣說 他真的是孔子所謂的 為女子與小人為南洋也 這句話我記得我高中 第一次讀到的時候 大為震怒你知道嗎 我覺得孔子太過分了 他有明顯的性別歧視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這句話很可惡 他不是說為女子與小人為南洋也 小人是指什麼 男生中道德墮落的那一些人 叫小人對不對 然後呢 可是女子是全稱命題 也就是全部的女人 都跟男人中最低下的 那個等級的小人是一樣的 那我心裡覺得太可惡了吧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呢 然後那時候對儒家 對孔子當然就很不以為然 那當然啦 慢慢自己越來知識越多 越來越成熟 比較知道說孔子在說什麼 現在認為孔子說的是對的 當然指的是說2000多年前 他看到的那個時代啦 那各位想想看2000多年前 女子會給有教育的權利嗎 沒有啊 他根本不給你啟發 不給你提升 那你要他變成君子不是很難嗎 男人從小受到各種正規的教育 給你各種社會資源 還不是人人都變成君子的情況底下 你要一個沒有資源不被教育的人變成君子 那不是圓木求魚嗎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孔子所謂的為女子 與小人為男陽也應該說 他是一個客觀事實的反應 但是這當然是非戰之罪 因為女性被剝奪教育的權利 所以他當然視野很有限嘛 就在規格之內 柴米油鹽醬素茶 他天天接觸就是這些瑣碎無聊的東西 人格會慢慢的瑣碎又低下的 所以寶玉不是說得很清楚 連寶玉在清代都這麼說啦 女孩子未嫁的時候是顆無價 這個什麼 無價的寶珠有沒有光彩輝煌 嫁了人之後就變成什麼 死珠對不對 沒有光彩還是顆珠子 可是量變導致質變再久了 連珠子都不是了 變成了什麼 魚眼睛 那你說這不跟婚姻造成的嗎 對不對 何況他們又沒有受到教育 有什麼力量在支撐他們 不要墮落下去啊 所以呢 我的意思是說孔子說的是事實 是一個客觀的反應 但是這不是女人的錯 這個是我必須為他做一點補充 但是這些小人自己要負責了吧 如果你都有這些資源 人家教你讀書 你都還不正直 然後你還不提升自己 那你還能怪什麼呢 那所以呢 這個我必須為孔子說一點話了 但是呢 必須進一步的說明喔 為女子與小人為難養野的 難養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們常常斷章取義 也不把人家的話看完 然後一聽到不合我意的意思呢 就群起而公之 這當然也是非常浮躁 然後也不負責任的一種 回應方式喔 我們就來看一下 孔子所說的到底難養是什麼意思 你看他下面明明講得很清楚啊 他說是敬之則不遜 這個是不遜的遜 等於錯步的那個遜 就是很沒有禮貌 可是呢 你遠之則願 就是女人跟小人很奇怪 你跟他很近的時候 他就不懂得尊重你 然後就很隨便 然後呢甚至就 就沒有禮貌 然後就造成侵犯 可是呢你覺得算了 那我跟你保持距離嘛 我實在是不喜歡 你真的連就是輕則俠啦 好 俠萬就是不遜嘛 那我就離你遠一點好不好 欸 對方也不懂得自我反省 竟然還抱怨你 你們有沒有發現這種現象 我們身邊還蠻常見的 有沒有 有啊 我到現在還在遇到這樣的人 那你要怎麼說呢 這些人都還 至少受過高等教育咧 可是確實就是敬之則不遜 遠之則願 那所以人啊 真的不好好的時時刻刻的 反省自我要求自我 不知不覺真的就變成小人而不自知 而要合理化自己 真的太容易了 真的 所以要騙自己很容易 比騙別人更容易 我們以為這個實際 一來 我們來